一苦思田树心生翻身农奴法歌唱 拉萨市城关区目如区委会居民再歌再舞 庆祝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 50年斗转星移 50年沧海桑田 50年前的民主改革 谱写了西藏从黑暗走向光明 从落后走向进步 从贫穷走向富裕 从专制走向民主 从封闭走向开放的光辉历程 民主改革以来的50年 西藏各族人民在社会主义祖国大家庭里 过上了幸福安康的生活 从心底赞颂着党的英明领导 当记者来到拉萨市城关区目如区委会时 居民们正聚集在一起 讲述着在新旧西藏迥异的生活 在山上的村台上说 在课论区学校的家庭里面 经过,引起来,我们将一个第4 crawling图, 离开了知识。 저희家如果mos连在中间的地图, 从 이것도大于世界各样可以释ko, 我们现在居民生活一天比一天好了 特别是改革开放这个三十年来吧 我们西藏被我们拉扎发生附地的变化 座坛会上兴奋不已的居民们更是唱起了翻身浓浓把歌唱 整齐欢快的歌声表达着大家幸福的心声 经历了旧社会的苦享受着新西藏的田 年轻花甲的群宗老阿妈感慨万千 她把记者带到自己家中 拿出珍藏的相册指着一张张相片告诉记者 民主改革前 年幼的她日复一日地和家人一起为奴奴主做鞋子 苦日子过得没有尽头 民主改革后 一家人不仅不用卑微地为奴奴主做牛做马了 还拥有了宽敞明亮的住房 生活越过越红火 现在更是老有所养 其乐融融 走在藏礼年前的拉萨街头 热力拥护设立西藏百万农奴解放纪念日等横幅随处可见 表达着全区各族人民的心声 西藏台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